鱼和尾的出圈方式 怎么不是 蹦迪就是吐口水 十年演戏无人时 一招蹦迪天下之 打了一辈子 不能跟他们享受享受 打了一辈子 这样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这个是一个 火这个就是 接着奏乐 接着我 接着奏乐 接着我 再也想吃好 不是我的主动 自己言很无奈 我没想到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 因为我演了二十多年戏 就是说也有一些致命 然后呢 很多人都会说 诶 鱼老师 我特别喜欢你演的戏 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我觉得还挺自豪的 但那个跳了两个多月之后 比如说也把这事给忘了 真不明白为什么 你是觉得广大玩法喜欢 你喜欢错了 一分钟就试了就出来 冲一下嘛 但问题是还有 你还得那啥呀 晃嘛 沫口水的表情包 至今还有火爆全网 最近又有一个 就我吐口水 好多 我到现在也闭脸吗 我不知道怎么弄 是怎么出来 为什么给我发 它在哪 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教你这么宣歌的 我现在还出事儿 发烧已经不发烧了 但是我 我嫂子也是一孩 但我一直没说话 就 这只能像是一只鸟一样 但我已经用全体说话 谁说你 东北英语背得愣是把我整不会了 我们小时候 语语刚刚开始了 F B C B F G H I K I K I M 然而正还没完 余老师又把它延伸了一下 B P D B F G I א� F G H I K I K I L O P I K I K I A Rlichen 永远逃不过的年龄梗 我说你怎么年龄比我大那么多 看着比我年轻那么多呢 有道理的 你看人保养的 对啊 我就说六多了 你看这这么看看 这天天保养的 哪有那么年轻了 哪有那么年轻了 接着遭遇 接着 忽然感觉被万千穿心 于文威老师 其实他是我的师弟 就是在戏圈 他没有第三届 其实大家完全看不出来 看上去像我的师叔一样 演了一辈子的戏 却被分到了搞笑类 我本来以为自己的视频 应该出现在影视分类 标题写着什么 演技炸裂之类的 结果现在我的视频卡 出现在搞笑视频分类 标题都是 关于玩手机上演 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T 我是每天玩的 看那个第二天开工时间 算一下 还可以玩几个的 经常低盘自己 应该看看书 看看电影 一呀 你看 还差一个小时到一点 一个电影最少一个半个小时 不够看 看看手机吧 这完全就是我本人的内心活动 看到一点的时候 想到九点起床 八个小时后来想想 睡七个小时怎么了